请 非得走到这儿跟我去圈 真的跪不去了吗 咱们毕竟在一块这么多年 而且我真 闭嘴吧你 赶快签了 我后面还约了别的人 雪雪 最后吃一顿分手饭吧 虽然做不成夫妻 还可以做朋友 以后万一有事情 还可以互相帮助呢 手细给我 密码是你生日 我改回来了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俩今天 从这个门走出来以后 没有必要再联系了 所以我帮你删了我的联系方式 陈旋旋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冷酷无情了 你还把我联 你把我开机免码改了 改成什么了 我想不起来了 陈旋旋 你是不是有病 陈旋旋旋 你不是有病 我认为妳是不过 怎么认识 就要是不过 我真的可以 你不是个问题 你不是个问题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是个问题 我认识 你不是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任 我那个 您别听网上乱说啊 林浩 你是部门里的年轻骨干 之前领导们都很看好你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想继续往上走 那么个人作风也很重要 品行不端等同于违法乱计 不会再得到上级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说 让您说一嘴 大老四十回家 我养你 你还这么有钱啊 我不说你钱也俏不 还没问你呢 说两次你说 要买车 什么时候抵车 你去看看 是不是喝醉了吗 你去看看 是不是喝醉酒的人堵塞房间啊 网云你呢 网云 我关住了 你是谁啊你 你关住了 不是 你是谁啊 你跟我说的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谁 你问床上那个女人 我是谁 说话 有胆量做 你没胆量认啊 你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网云云 你还有点良心吗 你说你想找个好工作 我托人让你去实习 你说你上班不方便 我给你买车 你想要什么 我都满足你 你倒好 在外面养个小狼狗 给我戴这么大个绿帽子 你是不是当我蠢啊 不是 瑞姐你等 等会儿 云云 你不是说 是你表哥头的关系 进的公司吗 还有这车是你表哥送给你的吗 不是 他 我 表哥 你 不是 他是 黄云云 你耍我 你听我解释 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 你不算是我的儿子吗 你这个女人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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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倒是死你 你干什么 师傅 慢一点啊 拆下来的时候 别把周围的玻璃弄碎了 辛苦师傅了 你们干吗 你们干吗 来了 快帮忙帮着师傅把这个招牌拆下来吧 你要把拎咖啡关掉 为什么 我们好不容易才上了正轨 现在关掉太可惜了 是不是陈教授知道你灵魂了 不让你继续开下去 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 缺钱的话我也可以帮忙 谁跟你说我要把咖啡馆关门的 那你拆什么招牌 这个店叫什么呀 令咖啡 我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因为 我跟那个男人呢已经恩断义绝了 他的信凭什么挂在我的招牌上 回头再坏了我们店的风水和八字 我还以为 你以为我疯了 这么挣钱的咖啡店 我给关门 那你打算叫什么 一城咖啡 一座城的咖啡馆 很有文化有没有 一城 一和城 还挺聪明的嘛 看来我小看你 我也有份啊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问我缺不缺钱 钱呢我倒是不缺 可是咖啡店里 真的缺一位非常厉害的咖啡师 所以呢我想拉你跟我一起入伙 你有兴趣吗 有 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把新的招牌架起来吧 你没看见吗 这个瓶子上写了一个圈子 这是我的水 不好意思啊 要不这瓶给我 有哪瓶新的 可这是我喝过的 何一菲 你不是严重的洁癖患者吗 就像你这么邋遢 跟你工作久了 都跟你同话了 你才邋遢 你全家都邋遢 我决定了啊 我店里的股份 我不分你百分之五十了 我分你百分之四十九 我分你百分之四十九 等等回来了 滚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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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在家浪费粮食 快点 算了 谁把岁数了呢 你滚一边就快 来 我来啊 我来帮你啊 不沉 累了吧 文文 还好 不好 你团前去哪儿了 新长安兰 带什么好吃的特产回来了 你这脑子 除了知道装饰的 还能装点别的呢 上次送的那个担公司 去了吗 人家是上厂总经理 能不去吗 我跟你说 上次就 他开那个送你回来的车可不便宜啊 他家是不是特别有 是富二代人 找死啊你 有一个男的送他回来啊 不是那个到大岁数啊 长得长得怎么能说不是啊 那个做什么工作的 那个职位高不高 这职位啊 人家自我跟我介绍 说是总经理 你说高不高吧 应该算是 不对不对 蓝筹鼓吧 蓝筹鼓对吧 滚筹鼓 妈 还有我跟你说 他开那个车太帅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就是最低配置的 也要一百万 那这个条件真 不是 关键是对你好不好啊 妈 行了 行了 妈 别问了 不好意思 但是文文啊 就是 我向你保证 就是 你哥哥 以男人同理性向你保证 他对你肯定是有意思的 如果没有意思的话 他怎么可能 请我这个大舅子 是不是一起吃饭呢 对不对 诶 老蓝 你可快三十五岁了 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如果抓不住的话 你肯定会后悔的 说是三十五的 你哥哥难得说一次人话的 是有道理的 就什么叫难得 我说话一直很好 我说话一直很好 水平的 你们什么时候 带回来 让我跟你爸爸那个 看一看是什么样的 老头子 不看电视了呀 文文要结婚了 妈 你再说下去 明天我都生孩子了 妈妈也是 您好 你说 一个女人打拼工作 那打拼他几岁啊 那五十岁还是六十岁啊 就是 你碰到一个好男人 一定要抓住机会 你说什么 开会啊 公司来个很重要的客户 好的好的 我马上回来 好 文文 你这到哪里去啊 你不吃饭了 公司让我回去开会 请你这样扔家里吧 里边没有重要的东西 我周六回来拿 你路上小心一点 黄晓文 你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把我当挡箭牌 下次再这样我要收费了 陈珍珍女士 请你的格局大一点 快点滚过来 跟我一起庆祝我的咖啡店 涅槃重生 好嘞 买个花圈就过来 石花篮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手机落下了 你穿得这么好看 这么漂亮 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见广文和萱萱他们 真的假的呀 见闺蜜也至于穿成这样吗 还好吧 好吧 把我衣服穿上 今天外面啊 天气冷 不行 你这个会打破我的整体搭配的 那你万一要是看帽了怎么办 穿上 好吧好吧 我走了 你要不要我送你啊 不用了 你不是还急着见客户吗 我叫个车很方便呢 走了 我走了 见闺蜜穿成这样 还不让我送你 这么反正 肯定要跪 咱们